10月份花蓮落幕的全民运动会 其中原集舞的运动项目 花蓮派出不少长青选手参加 为了鼓励这些练习的花蓮代表队 还有志工期间努力 6号上午特别举办109年幸福城市杯 原集舞推广表演赛 期盼可以持续推广原集舞 让更多市民朋友来认识这项运动 109年全民运动会 10月在花蓮落幕 在原集舞项目 花蓮派出不少长青选手来参加 为了鼓励这些默默耕耘 及练习的花蓮代表队 以及志工期间的努力 6日上午在花蓮市老人会 举办109年幸福城市杯 原集舞推广表演赛 邀请来自花蓮县各区原集舞团队 组队参加互相交流 各位的身心啊 各位的这个外在呢 看起来决决对对啊 都是在少年人赶快 有什么差别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啊 足以证明说 运动的好处呢 就是在这里 大家身体 心灵上 都永远保持非常的年轻 非常的健康 这个原集舞 就是利用这个优美的这个音乐 跟身心协调的一个舞蹈 它并不会太激烈 但是可以达到身心舒畅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参与的 这个会员 都是属于比较 中高年龄 那利用这个不会太激烈的舞蹈 来达到这个运动的效果 那我们原集舞委员会 持续来推动原集舞 推广原集舞 让更多的花蓮市民朋友 能够知道这一项的运动 一起来参与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选手 他们的比赛的项目去做 推广跟表演这样子 那虽然他们被比赛被淘汰了 可是呢我们的主委还是要给他们这个勉励跟嘉奖 所以呢他特别做了一些奖杯要给我们的选手 然后我们这边花蓮也派了20多位的这个志工 在这一次的原集舞的全民运的比赛项目里面 默默的付出 那因为我们的主委也很体恤我们的志工们 所以他也帮这些志工们做了这个奖牌要做表扬 尽管花蓮代表队在原集舞项目 仅拿到永林个人组第6名的成绩 但仍有许多热爱原集舞的老大人投入这项运动 期盼透过表演赛持续推广原集舞 让更多市民朋友认识这项运动一起参与 接着长邦彦华联士报导